走到轮回的原因就是知诸 我们讲情止 情止很可怕 决定不能够离开轮回 情欲深 欲往下坠 情最深的是地霓 往上一层比一层淡一点 《乐宁经》上说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那么像这些经文 你也不常读 一定要常读 不常读什么 忘掉 对于这个社会 也迷惑 把这一桩事情忘掉 常常读 常常去想 你越想又可怕 越想 出离地心 才生得出来 真真想 离开了又到了鬼 真真想 往生净土 这个样子 你这个深信切愿 就深切了 深信切愿 才是经上讲的法菩提心 所以这个心 不是容易 真的 一万个念佛人当中 难得有两三个 真正有这样 坚定不移的心情 这样深信切愿 在一向专业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决定不改 无论什么人来跟我说 我决定不会动摇 我决定不会改变 我在这个讲习里面 跟大家也说过很多遍 许多人反对会几本 批评会几本 我就讲 全世界的人都反对 都批评 我还是要读诵受持 如如不动 为什么呢 这个本子是老师传托的 我对于我的老师有信心 我决定不会动摇 我决定不会改变 我学习有受用 我的受用 他们不知道 他们学过 他们不知道 那么这个心 才叫清静心 所以 祖师大哥 提醒我 不要以为 经文里面常讲 尽重是个异形道 你就 请慢 静心 虽然说修净土 实际上 他念这个世间五日六成 这样的心态修学 是自己造成障碍 没有法子成就 所以我们的正常的心态 不可以说这个法门 也不能说它容易 所以 所以是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比较 这个法门 因为他不需要 断烦恼 但是他要服烦恼 你的烦恼 扶不住 写烦恼 比断烦恼 真的容易太多了 你能够烦恼控制住 不法足就行了 真正能控制得住 不会法足 你服的功夫 时间越长 功夫 力量越大 到不服 自自然也 也不法足 往生就肯定了 就有把握了 我们的足足功夫 虽然不服 他也不法足 烦恼并没有断 这个要知道 这叫待业往生 可是这个功夫 你要不认真去做 你要不把誓言看淡 你做不到 这个世界 什么事情都要看淡 不但这个世界是看淡 佛寺也要看淡 都不挂在心上 直直把阿弥陀佛 挂在心上就好了 把极乐世界挂在心上 这个叫逆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都不是正常的 插那插那在变化 无常 无常 这个世界 所有一千万物 都是无常的 般若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享受受用的这个心 心 心是无常 经纲经上说的 三心不可得 这个意思 很深 很广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是问问 你拿什么享受 你拿什么去得 能得 能享受的 是假的 是虚妄 不是虚实 那么你所得 所享受的 又是一回什么事情 做得所享受的 无欲六成 无欲 是一般世间人常讲见 才四明十岁 六成 佛法里面所说的 四身相未处法 我们六根的对象 这些东西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因缘所存法 没有自信 缘起性空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这就说明 能得所得 之不可得 不可得的里面 你天天在那里 患得患食 你生病了 这个病严重 比什么样的癌症 还要严重 癌症是小病 算不了什么 许多的癌症的人 死了 怎么说的 吓死 怎么是小病 真的是吓死 你要是 得了癌症 完全不在乎 没事 我遇到过很多 都没事 所以我说 癌症死的 都是被吓死 自己吓唬自己 你说怨不怨 真正的大病 我们要想 认假做真的 这是大病 知道万法 借空 你还有什么 放不下 知道因果 不空 你决定 不会做物 射身 射身 夜道精神 事增 有几句 非常好的开始 他告诉龙王 这个经在龙宫里面讲 当机者 是沙切罗龙王 他跟龙王讲的 菩萨有一个方法 能令 一切 我道苦 永远的 离开 什么方法呢 佛教导我们 昼夜 思维 观察 善法 绝不容许 一丝一毫的 无善法 夹杂在其中 这样 就能够 永断 一求 这个方法 好 要知道 我们的心 是好的 每一个人心 多好 每一个人的真心 跟住佛如来的心 没有两样 为什么他能成佛 我们在六道里头 受苦受难 没有别的 人家 人家那个心 就像这个容器一样 杯子一样 里面所装的 都是这样的 一点我都没有 我们这个心 很糟糟 很糟糕 把世间 所有的 一些坏人 坏事 都装在我们 我们的 我们的心 坏了 你看他冤枉不冤枉 别人的 别人这些 这才是根本的大病 基佛菩萨 这个教会好 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我们 我们见到别人的好处 善心 善念 善行 我们要装在我们心里 见到别人 善心 善念 善心 决定不要受难 能不能做到 是真能做得到 你就不肯做 那有什么发生 你看上一次 许哲就是在此地 他举一个比喻说 我看世间 卧人卧似 就像我上街 在马路上看到 来来去去的人一样 这个比喻好 你们每一天 都上街 马路上来来去去的人 哪一个人 你记在心上 没有啊 这就是 佛华里面所说的 视耳不见 听耳不闻 可记得 我们做得到 我们天天都在做 马路上看的东西 你记在心上 马路上那些人 在讲话 你都听到了 你也记在心上 问你一个人 也不认得 问你一个人 也讲什么话 都不知道 岂不是 视耳不见 听耳不闻 为什么呢 没有把它装在你心里 我们对于 我们对于一些 密尽 莫远 统统用这个态度 自己的亲近心 真心里面 绝不容纳 绝不容纳 丝毫的 不善意 让我们心里面 让我们心里面充满了 蠢人 上 这个人就能做佛了 佛是这么形成的 你看这个经上 佛一开口 善男子善女 三经都是如此 不但三经 大小城 所有经论 佛一开口 善男子善女 这一句话 非常重要 千万不能束缚 那就说明出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人 都是善 所以我们要不修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认真修善 你怎么能往生 善人 有标准了 可是你仔细要去看 《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这个下北下三平 下平上身 下平中身 下平下身 都是卧人 卧人怎么会往生 卧人能够改卧向善的 他就能往生 他要不回头 他就往生不了 临终回头 都能往生 发蒙 广大 不可遂 他这个回头是真回头 不是假回头 那个真忍悔 知道我做错了 以后不再做了 真的回头 我们念语常讲 浪子回头 经不完 这个卧人 这真好人 比一般好人 还要好 所以他能往生 那么这个时 勉励 过去 无知 没有智慧 与此造作 许许多多严重的罪业 现在明白了 回头行 不要害怕 我造的预党太重 恐怕不能往生 你要是这个念头的 错了 那真就造成 往生的障碍 要晓得 忏悔一点 这个功德 不可思 我们在佛经里面 看到 我学佛的时候 都灌无量受罪 二十四号 提佛大都 造无虑十五罪 提佛大都 深深夺地狱 虽然做地狱 他在地狱里头 没有受罪 他很快乐 在地狱里头 享受 就跟逃离天一样 什么原因呢 他害得不是别人 害得是佛 害凡夫 可就不得了 为什么呢 凡夫有成灰心 凡夫有报复心 那渊渊相报 还得了吗 你去害佛 佛没有成灰心 佛没有报复心 你不害佛 佛修行呢 我们将修人 如波罗密 慢慢修啊 不晓得修到哪一天 才修圆满 你这也害他了 这个佛人 如波罗密 马上就圆满 立刻就圆满 成就佛 正极果的圆满 虽然他造的事 这个用的心 是很窝的 但是他对佛来讲 帮助佛 快速的成就了 他要不要夺地狱 要夺 他夺地狱 不受罪 在地狱里还想佛 有道理 这个道理很深 很威胁 那么阿歇射网 这是凡夫 他杀父亲 害母亲 把母亲又硬 又破活活生 造这个无逆十五罪 临终忏悔 念佛往生 他真往生 所以我们读 阿歇射网经 这就是佛 说阿歇射网 这个故事 那在我们想起来 造那么重的罪业 应该是 下贫下身 可是没有想到啊 佛在经上 给我们介绍的 上贫中身 这个我们怎么想都想不透 于是才晓得 这个忏悔往生 我们不能欠世 说不定 这个造罪业的 临终忏悔 求往生 像阿歇射网这样的 平位超过我们 我们往生 可能没有办法到上贫 那中贫下贫 我们就觉得很满意 很不错了 上平中身 说明 往生是有两条路 一个就是我们普通正常的 这个性仪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一个是临终忏悔 临终时候忏悔 发愿 胜念 一念往生 千万不要以为 那个胜念一念的时候 那个功德 他那个功德特别殊胜 心特别猛利 是我们一般人的时候比不上 发心无比的猛利 一下就能够把他的 无量界的那个 那个物业 统统 转变过来 这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启示 让我们 不敢轻慢 造作罪业的 你不要瞧不起他 你不可以侵蚀他 为什么 说不定他临终 一下搞个忏悔 往生的时候 到极乐世界 平位比我们高 说我们还不如他 所以这个事情 在发心的拥有 发心的真切 真的回头的 那么这一桩事情 不能不知道 往生传里头 这些例子 很多 临终 忏悔 念佛 这 那么像观经 夏三平 这个 雾人 临终 忏悔 往生 那就是他忏悔的恋 没有阿摄士王 那样的勇猛 没有那样的真切 同样是忏悔往生 不一样 但是忏悔往生的 大多数 是在夏三平 但是也有少数的 到上辈 上辈上辈 对后 这个是我们要明白 这些道理 那么当然 这些四世真相 我们细心想想 与过去世的善根 因缘 一定有非常一些关系 过去生生世世 习得厚 为什么造业呢 这一世当中 没有遇到善缘 缘缘重要 没有能清净到善之事 他所欲的 我知识 在他的身边 常常教导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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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语六成 明文里 总是用这些东西 迷惑他 是这么一个原因 这些四 如果不识 常常读解 世尊 常说的 要常读 要理解 而且深解 易去 我们才能够 凝了 才不至于 有疑惑 为什么呢 疑 能长到 如果对这些事情 产生疑问 你对近宗 信心就达这口 信心也达这口 是不能往前 所以这个关系很大 廉池大师 他老人家讲得很好 十卧 或方 总善 一个人 年轻手走 中年走 老年的时候 后悔 来先善 来得及 他还是善人 只要他回头 所以甚至于像二十世王 临终的时候 才回头 才知道忏悔 但是来得及 只要这一口气 没有断 误人 我们把这个道理 讲清楚 讲明白 他要豁然去误 回头向山 都能往前 所以不可以说 这个人作物作端 灵灵重生 算了 不要去理他了 错了 你灵重生 还是帮助他 祖念 还是常常 劝他 提醒他 他一念回头 你帮助一个人 脱离又到轮回 成佛去了 无量功德了 世间任何好事 都不能跟这个好事相提 你能送一个人 保送一个人 做佛去了 你一生当中 有这么个机会 保送个几个 你自己将来往生 就没有问题 他们什么 知恩报恩 到你灵灵重生 的时候 他一定跟阿弥陀佛说 我们能到极乐世界 都是他帮忙的 现在我们 他拉到阿弥陀佛 赶快去建议 人之常情嘛 确实是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要悦心 不嫌弃人走 到他灵命中的时候 我们要全心全意的 去帮助他 去成就他 只要我们自己的心 真诚 真诚心就有感应 真定能放得上 若华顶上连光 或一二三四游群 或百千万亿游群 若华光明 或照一二佛刹 或照百千佛刹 为阿弥陀佛光明 无照无量无病 无素佛刹 这些经文都非常重要 我们念的时候 不能够束缚 佛 有声光 有放光 我们叫佛光 通常有这两类 声光 长光 佛顶上的圆光 这是长光 佛的身体 变放光 这也是长光 释迦摩尼佛的光 经书里面所说的 拔持 声光 声光 如果放光了 那就不一样 祝福所现的身 不相同 声光 也不一样 实实在在说 佛佛道同 哪有不一样 众生不相同 众生业障不一样 业障重的人 见不到佛光 业障亲的人 能见到 业障亲的人 他就见到佛的光明 就比较大 业障很重的 坚乎到佛光 佛放光 也不一样 这是就众生业障来说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从众生的缘分来说 我们这个世间人也一样 遇到有缘的人 那就很欢喜 没有缘的人 就不想跟他 解密 缘也是光啊 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 我们就知道 阿弥陀佛 与事发界 所有一切众生 远最深 为什么呢 他和你光隔越大 这一段事情 祝福不一样 有些人 在自己修行成佛的过程当中 很少给众生戒脸 只顾修自己 确实他成佛了 虽然发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这个愿是完全相同 但是跟众生戒的语言不广 戒的语言不够深 我们又常常在佛法当中听到 佛不度无愿之人 这个众生戒 没有远 没有法子 世尊当年在世 东城老母这个故事 很多人知道 跟释迦牟尼佛没有缘 释迦牟尼佛做不了他 佛做一个誓言 给弟子们看 东城老母从这边来了 佛迎面走到那去 他马上转弯 别的路走 绝对不想跟佛见命 佛有能力要化身 到那边 他又敢化 到最后 佛现在身 四个身体把他包围了 低下头来痛苦 也不看佛一眼 怎么有缘 佛叫他的学生 深理佛就渡他 深理佛一去 他有缘 就渡着他 谁跟谁有缘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想 祝福光年 这是想放光 顶上圆光放光 或者是一二三四游群 游群是古印度 长度的单位 过去古大得翻一 游群有三 大中小 大游群呢 或中国古时候 大水 中游群呢 六尘 小游群 四尘 说实实在在的话 中国古时候 所讲的这个理 比我们现在 都短 你看周朝时候 用的池 大概只有我们 现在的 现在一般的 市池 大概只有六尘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古书里面 人的个子 都是一丈多高 实际上呢 跟我们现在的个子 还是差不多 它吃小 我们现在吃大 那么一游群 但是我们怎么讲的时候 应该也有 十里路这么长 光明就这么大 那个佛于众生的云 日生 它的光就越大 或者 为其万亿 那么这以上呢 就讲生光 都要讲 有缘 没有缘就不行 因此 我们学佛 要记住 佛话当中 常说 万般 将不去 唯有 耶稣 神 你在这个世界 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到这个世界 什么也没带来 我们将来走 什么也带不去 这一桩事情 许多同修都知道 可是佛法里头 幻安有一句 唯有 业实行 那个能带得去 你的善心 善悦 善行 能带去 你的卧心 卧悦 卧行 也能带去 你带去的是 善业 你莱森 感到善的 过报 你要带的是 卧业 那莱森 是三头的 过报 土包 六道轮回 知真 一点都不讲 六道轮回 什么人在那里 掌管 在主持呢 这主持不是上帝 也不是阎罗 也不是佛菩萨 什么人在掌管呢 自己的业力 这个要知道啊 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 了解这个事实了 我们要应当要干 待得去点 待不去的事情 不干 少干 待得去的事情 要干 要多干 诸佛菩萨 这是世间 一等聪明人 他们是专干 待得去 待不去的 他们 想都不想 帮助苦难 众生 这个事情是带着去的 六道众生 都有苦 都遭难 什么难呢 没有知 遇远远 如果你听了不高兴 你很生气 马上来喊不 我笑想 为什么呢 我说你愚痴 你果然愚痴 你已经表现出来了 你不承认也不行 说几句不好听的就生气了 说几句恭维好听的 你很开心了 这就叫愚痴 自私自利 贪嗔痴慢 没有放下 六道凡夫都是这样 你齐心动念 也语造诅 佛在地藏经上讲得好啊 不不是罪 不不是义 这一生的这个人生 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自己有没有想想 绝对不是说死了就没有 死了就什么都了了 果然死了什么都了了 我就不会在这讲经 后面找这个麻烦 死了就了嘛 讲经很辛苦很累 干这个事情干什么 事是真相告诉各位 死了就不得了啊 麻烦他 无量光复 使自信本具 多乐光明 万有限量 所以 佛也称之为 无量光复 这个里面的深意 我们要细心去体会 学合的目的 无非 无非是开发自信 本具的光明 所以 佛在大臣经上 尝试了 佛不度众生 佛没有丝毫 可以 别众生 众生 成佛 完全是恢复 信德而已 信德 信德 是你自己 本具 不是从外面 带来的 与华言经上 出现品 所说 一切众生 皆有 无来 智慧 而下 但以 妄想 执着 而不能 震抗 这一句话 我们要记住 一切众生 跟祝福如来 原来是一样的 现在为什么 他成佛了 我们变成众生 但以妄想 分别执着 造成我们 现在 这个形象 佛教导我们 成就我们 教什么 成就什么 我们总的 我们总得要懂 教我们的事 看破方向 成就我们 恢复 自信 本具的 对象 看破什么 看破 迷雾的 真相 放下什么 放下 妄想 分别 支柱 不 但是 释迦牟尼佛 出现在世纪 49年 教的 就是这一个 刚临 原则 摄放三世 一切 祝福 出现在 虚空 法界 也没有例外 说老实话 众生成佛 不难 难在 迷惑 迷惑 就是无知 不知道 此时 真相 迷得太久了 迷得太深了 虽然 祝福菩萨 苦口婆心 是现在这个世间 教导 我们还是不容易 觉悟 但是 这一段事情 非觉悟不可 你要不觉悟 永远不能够超越轮回 永远不能够恢复信德 怎样才能求悟呢 夏连句老句是在敬语里头讲得好啊 真干 只要真干 你就能求悟啊 你要是干假的 做一个假样子给人看 那你就错了 换一句话 释出世间法的成就 关键 都在 不自欺 人 果然能够做到 不自欺了 他这一身 成佛 有指望啊 最怕的 就是自欺 自欺 能有 不欺骗别人 他为什么会欺骗别人呢 他欺骗自己呢 欺骗自己 怎么会不欺骗人呢 不欺骗别人 这个人 肯定不自欺 那就不是凡人 至少 阿罗汉以上 他不欺骗自己 这个道理 事情 实际上很深 我们要细心体会 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从哪里换起呢 我在讲习当中 常常劝勉同学 从自私自利放弃 人若不能把自私自利 这个念头放下 他不会成就 我们在这一生 当中做人 要全程肯定 别人都是对 我是错的 别人错了 也是对 我对了 也是错的 为什么我对了 是错的 我搞六道轮回吗 怎么会不错呢 念佛一定是放下外面 念佛堂常主 他的口头禅 放下身心世界 提起真念 真念就是一句佛号 不怀疑 不驾杂 不间断 这样一直念下去 功夫好的 半年一年就成功了 善根差一点点 烦恼重一点点 如果能够守住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大师智菩萨所说的 独摄六根 静面相机 有人问我法师怎样独摄六根 我就告诉他 静面相机 就是独摄六根 对于问 那怎么样是静面相机呢 我就告诉他 独摄六根 独摄六根 是独摄六根的 六根不在叛员外头进阶 这个离很深 不是叫你眼睛不看耳朵不听 不是这个意思 你眼睛也可以看耳朵也可以听 怎么叫独摄六根呢 你看的听的不要放在心上 你要把你的看的听的统统放在心上 那你就糟了 你就被进阶所转了 绝对不要放在心上 只有把佛号放在心上 这叫静面相机 这个静面 这是不怀疑 不夹杂 叫静啊 你怀疑不清净 你夹杂的妄念也不清净 什么都不能夹杂 一直念下去 那叫相续 相续是不间断的 念佛的秘诀 就是九个字 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 这就是独摄六根 今天相机 那我们今天念佛念的不能成就 这就自己知道了 妄想太多了 咋念太多了 那怎么办呢 继续念下去 这个过程是每一个同学都要经过的 阿弥陀佛在因地经过 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也经过 诸大菩萨还是经过 沐游说开头 一念佛的时候 你就能够尽念相机就得到了 没那么容易 你看看 印光大司文抄里面 这也有不少人写信 向他老人家请教 他说得很好 他说你一直念 你守住这个原则 总得要念上三年 你的架杂的妄念少了 少到这什么程度呢 一指香啊 还有两三个妄念 这就很了不起了 一指香从前念佛堂 计算时间没有这个时钟 印光大司那个时代都还没有时钟 那个时候时钟真的是摄氏 那么思念里面计算时间是用蜡烛用香 那一指长香啊 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也就是一个半小时 你有两三个杂念 会起两三个念头 这功夫不错了 很难得了 你能够控制得住了 这样的功夫在里面中使 最后一念 你能够控制里面没有妄想 没有架杂 没有怀疑 就能往生 佛就来接近你 最怕的 最后的一念还打妄想 那就完了 一生的功夫都完了 但是你要知道 一指香一个半中年的时间 才有两三个妄想 临终一念是一刹那 很可能你没有妄想 一指香里面一个妄想都没有 很好的功夫啊 印族家大概需要五年的功夫 才能做到 在一指香里头 就是一个半中间里头 不起一个妄想 没有一个妄想 这是念佛念到什么程度 才能往生 这个不能不知道 念佛会念的 学教要不去 学教会学 你学教跟参禅念佛的功夫 没有两样 学教是 你这个念都在 教里头 都在经义里头 常常思维经义 能够常常思维经义 念念 都能够与经教相应 这个相应就是我们今天讲 诺实啊 你做到了 大师之菩萨讲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一见佛 严教是义佛 念佛是广义的念佛 不一定是念佛的名号 你想这一步无量寿经 你受持这一步经 你常常想到 佛在经上我们读到的佛是存什么样的心 佛化什么样的愿 佛是怎样生活 佛是怎样教化众生 佛是怎样 除世代人皆无 我们常常想 常常想呢 这就学会了 自自然然呢 就跟佛一样啊 这叫义佛念佛 功夫得力了 古大德教 我们学教的人 要懂得随文入观 这句话 怎么讲呢 用现在的话说 随着佛的 这个经文的教会 改变我们自己的思想行为 这就叫随文入观 我们要接受佛的想法看法 要把自己的想法看法舍弃掉 我们自己的想法看法是错误的 佛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 你首先要能够肯定 自己要能认错 千万不要说 我想的不错 佛讲的未必是对的 那你就完了 那你还修什么佛呢 那说佛一定肯定 我全错了 我要不错 怎么会再六道个轮回 人家要想法有错误 人家在极乐时期 在一阵法界 没法子跟他比一样 所以我说的话了 如果要真得好好去想想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做人 要全程肯定 别人都是对 我是错的 别人错了也是对 我对了也是错的 为什么我搞六道轮回吗 怎么会不错呢 不错就不搞六道轮回了 别人错了是对的 这话怎么想呢 说不定别人故意做错事情 给我看的 他是菩萨 他是佛在来的 他不是真的 他在那里表演给我看 让我觉悟 长存这个心 看别人都是佛菩萨 不知不觉了 自己就成了佛菩萨 要转自己的境界 那么这个叫真正用功夫 你功夫得力的时候 你自己烦恼 勤能 智慧障 功夫又得力 人越谦虚 人越恭敬 无论对什么人 这个贪嗔痴慢的 这些烦恼习气 逐渐逐渐 没有人 变成智慧了 有很多人问我 问我修佛的方法 还有很多人希望 跟着我 修佛 贵神都笑我 很多灵媒人告诉我 埃特说法斯 你旁边的人 没有一个是有成就的 那你要是跟着我的话 你就没有成就了 真的 说的一点都不错 真正有成就的人呢 这灵媒人偷讯息给我 有很多都不在身边 在哪里学 他们在网络上去 在电视上去 在我们流通的流通的这些经书光跌上去 真有成就啊 是异教奉行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佛法 众世之不中心事 你跟在我旁边这是行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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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